今天给大家带来习慕容的文章 《胡凡小姐的故事》 小时候看童话书 最爱看的是这样的结尾 于是王子和公主结婚了 他们住在美丽的城堡里 过着非常快乐的日子 把书合起来以后 小小的心灵觉得安慰又满足 历经了千辛万苦的情侣 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人世间没有比这再美好的事了 等到长大了一点 对爱情的憧憬又不一样了 爱应该是不指望报偿的奉献 是长久的等待 是火车上费文力带着泪的送别 是春花树下 理查波顿越来越模糊挥手的特写 欺怨感人的故事 转了我满框热泪 却有一种痛快的感觉 毕竟悲剧中的美 才是永恒而持久的 可是 胡凡小姐的爱情故事 又改变了我的看法 我在波鲁塞尔读书的时候 住过好几个女生宿舍 其中有一间宿舍名叫少女之家 顾名思义 这里面住的应该都是年轻的女孩子 事实上 宿舍里最小的16岁 最大的24岁 只有一个住了十年的法兰西斯 是例外 但是他平日收拾得很漂亮 人也乐观和气 脸色红润 所以看起来仍然很年轻 但有一个同伴 与我们完全不一样 其实 假如置身在外面的人群里的话 他一点也不古怪 不过是个白头发的瘦老太太罢了 然而 在我们这些女孩子中 她的面貌与举止 就非常令人不舒服了 胡凡小姐 实在是个很奇怪的同伴 她并不住在宿舍 只是每天来吃三餐饭 她每天七点整 一定来到饭厅 穿着灰绿色的大学生 式样的长大衣 中年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 进门第一件事 便是伸出长而瘦的双手 去摸窗边的暖气 一个一个窗户地摸过来 假如暖气开得够大 她就喜笑颜开 否则她就会一直搓着手 然后到每一桌的前面来抱怨 你们不觉得冷吗 你们不觉得这房间冷得像冰窖吗 问你的时候 她那灰色的眼睛就直瞪着你 你如果不马上回答她 她就会一直瞪着你看 要听到你同意的回答以后 她才会离开 一面很满足地点头 一面开始解开围巾 脱下大衣 扯一下灰色毛衣的夏金 然后仔细地挑选一个 她认为最温暖的角落坐下来 她这一天便差不多都会固定在这个角落了 我们平日上班上学的时候 她也一个人待在冷清清的餐厅里 面前一杯咖啡 偶尔门房马格达会过来和她聊上几句 否则多半的时间 她都是一个人独坐在那里 她叫得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都很关心 也都想参与 我们唱情歌的时候 她也用沙哑的声音拔高了 来跟着我们一起唱 我们买了新衣服的时候 她比谁都热心地先来批评一番 我们有谁的男朋友来了信 或者来了电话时 她也总会投一个大呼小叫地来加入我们 而青春是一种很冷酷的界限 自觉青春的少女更有一种很残忍的排她心理 觉得她的嗓子太尖 觉得她的头发太白 觉得她的话语太无趣 于是不管我们玩得有多高兴 一发现她的加入 我们都会无奈地停下来 然后冷漠地离开她 有一天 我们正在谈论着男朋友和未婚夫之类的话题时 她也在一旁 肩着耳朵细听 从刚过来的安妮 突然对她蹦出一句话来 胡凡小姐 你有没有未婚夫呢 有过呀 她很快地回答 别唬人 拿相片来看看 才信你 安妮恶作剧似地笑起来 头一次 胡凡小姐不跟着我们傻笑了 她装作好像没听见似的低头喝咖啡 马哥达在门边狠狠地瞪了安妮一眼 我们觉得很无趣 就都站了起来 散了 学校放暑假了 大卫打电话来约我们参加她和同学们的郊游 我兴高采烈地去了 我们在比利时东部的山区里消磨了一天 当我正想走上一条很狭窄的山径 单独去寻忧探圣的时候 彼得大卫的一个彼国朋友叫住了我 那位彼国朋友就是山区里的居民 他告诉我 山中多骑路 很容易迷途 尤其是冬天 因为积雪很久都不化 更不易着陆 他说这话的时候 正是风和日里的夏日正午 阳光从翠绿层叠的高枝上洒下来 森林中有着一层绿玉般的光影 照在每一条曲折的小径上 地上开满了野花 鸟鸟鸟带着疑人的尾音 美丽的森林安详宁安详宁静地包围着我们 我实在不能想象 这样美丽的森林还会有另外一副恐怖的面貌 争您的威蝎 我也不愿想象 回到宿舍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洗了澡 换了睡衣 正想回房睡觉 走过法兰西斯的门前时 看见三四个女孩子正围坐在地板上闲聊 怎么还不睡呢 进来坐 阿荣 嘿 阿荣 今天玩得高兴吗 你们到哪去了 法兰西斯一面问我 一面拍拍他身旁的空地 我先报告了今天的行踪 他们马上就热热闹闹地谈起来了 嗨 说个秘密给你们听好吗 法兰西斯忽然想起来什么 是关于胡凡小姐的 好啊 我们大家都要听 安妮又想到胡凡小姐的古怪模样 于是她站起来 伸出手 在墙壁上乱摸 一面摸 一面问我们 你们觉得够暖和吗 你们不觉得这房子冷吗 大家都嬉笑起来 法兰西斯也笑了 招手把安妮叫了回来 然后用暂时的静默 和逐渐转变的神色 来向我们暗示 她要讲的故事 不是个轻松的故事 你们别看胡凡小姐现在是这个模样 她年轻的时候可是出了名的美人呢 她的相片还上过报纸 当然 假如不是因为那件事 单只为她长得美 记者是不会特意去报道的 实在是因为那件事情太惨了 大概在四十多年前 胡凡小姐十九岁的时候 和同村的一个男孩子订了婚 那个男孩子大学毕业了 在镇上找到了工作 他们两家住得不远 就在阿荣今天去过的那个山区里 两家的中间隔着一片森林 假如天气好 路又熟的话 从这里走到那家 不过三四十分钟的样子 他们订婚的那一天 照了很多的相片 在几天后的傍晚都冲洗出来了 男孩子从镇上下了班以后 就把这些相片都带回来了 他想马上就把这些相片拿去 给胡凡小姐看 可是那几天山区正下着雪 天又快黑了 男孩的母亲 用那地方乡下人惯有的顾忌 劝阻她的孩子 她认为 这不是个可以外出的晚上 尤其是到森林里去 可是你们大概是知道的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着年轻人 去会爱人的心的 男孩子虽然知道 山区里曾经发生过很多事情 但是他自持身强体壮 又自信对这森林了如指掌 于是就兴冲冲地 带着相片去献给爱人了 他进了那个林子以后 母亲就开始担心了 母亲整夜都无法合眼 天刚亮 就四处央人去帮他找孩子 孩子找到了 就在一片枯树林中 一条他们平时最少走的路 怀中的相片上 微笑的情侣再也无法相见了 相片却被记者拿去登在报上 赚了很多读者的眼泪 胡凡小姐就出了名了 后来她一个人离开了家 到布鲁塞尔来做事 她从没读过什么书 只能在工厂里做工 或者在商店里做店员 就是在那个时候 认识了安思玉小姐 就搬到我们这个宿舍来了 可是她几年后就离开了宿舍 听说去了法国投靠了她姐姐 二十年来没有一点阴性 有一天她又回到了宿舍来了 她变得很苍老 也没有职业 靠社会福利金过活 安思玉小姐 替她在附近找了个房子 每天三餐叫她回来吃 就这样又过了十几年 法兰西斯说完了她的故事 我们都呆了 房间里很安静 伊苏特 一个平日待人很好的 比国女孩子 轻声地开口说话 我去过她家 有一次她病了 好几天没来吃饭 我打听了地址去看她 她的房里光秃秃的 除了一张床 什么都没有 她好像很生气 不喜欢我去看她 一句话也不和我说 我只好赶快走掉了 后来安思玉小姐去看她 大概给她请了医生 过了几天 她又回宿舍吃饭了 好像忘了跟我发过脾气 又对我有说有效了 胡凡小姐的爱情故事 不正是我最爱看的那一种吗 有着永恒的美感的悲剧 假如搬上荧幕 最后的尽头 应该是一片白茫茫的森林 女主角 孤单落寞的背影 越走越远 美丽的长发 随风飘起 悲凉的音乐 紧扣着观众的心弦 剧中的字幕 从下方慢慢升起 女主角一直往前走 没有再回过头来 可是我看到的剧中 却完全不一样了 这样的剧中 虽然是真实的 却很难令人欣赏 一个古怪的白发老妇人 走在喧嚣狭窄的街市上 在她光秃秃的屋里 只有一张床 自此以后 在胡凡小姐的面前 我再也不唱那首 我一直很爱唱的 法文歌了 爱的快乐 只出现了一会儿 爱的痛苦与悲哀呀 却持续了整整的一生 我们爱上某部电影 也许 只是爱上那部电影前的 那个自己